雲晴 雲發瀉 雲疲瀉 麻煩 焉貢功德 為什麼我們要做焉貢 當然特別各位這次來短期出家 希望能夠真實得到功德 那首先一定要消除障礙 這個世間就是好事多謀 釋迦牟尼佛要成佛 魔也會來障礙他 魔鬼 那各位來短期出家 更要報父母恩 報祖先恩 所以也要為他們上貢下施 布施 令他們得到利益 五十八頁 焉貢功德 大家都看得懂中文嗎 太好了 太偉大了 現在中文是最重要的 因為中文大概所有佛教的很多重點都在中文裡面 學中文不是為了賺錢 學中文才懂得看得懂佛陀的佛法 所以中文太重要了 所以大家一起念一下為什麼要做焉貢 來 五十八頁 這兩天都會念 讓大家很熟悉 一 幫助鬼道與非人 鬼道與非人之眾生都有激情困乏的痛苦 焉貢對於中陰生其惡鬼道的眾生 和累世冤親債族有很大的利益 能免除其飢渴之苦 此外對亡故親人有著更大利益與幫助 對剛往生的亡者七夕四十九天之中有著最大利益 因為亡者已無身相 無法取得飲食 只能以文香為食 因此焉貢對中陰生之亡者有很大的幫助 既可為亡者做上貢的功德 又可令亡者獲得利益 我們中國人最重是超度了 人往生以後還有來世 對於一個剛往生者或是墮落鬼道的 他們的食物不是吃 它是吸味道 所以做焉貢呢 直接把食物 首先為他們供養三寶 因為所謂往生者或是孤魂野鬼沒有福寶 所以這些食物首先為他們供養三寶 再來呢求佛菩薩把這個食物轉為甘露 很香的味道讓他們吸 吸了以後惡鬼升天離苦 而且我們也可以消除障礙 第二念一下 解除冤敵 所有六道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生的父母 冤親在主 我們應以歡喜心去利益他們 共識六道眾生和冤親在主 可以清藏過去的業障 如果我們的媽媽爸爸在生病 我們不理他 那就不對了不孝順 站在大乘佛教 所有眾生都做過我們的爸爸媽媽 如果爸爸媽媽還在生病受苦 做兒女的要替他還債 所以如果我們經常慈悲 事實做焉供 也就是在還債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爸爸媽媽生病 丟在路邊不理他 那我們就是一個不孝順的 所以我們經常做焉供 可以消除冤親在主的痛苦 那我們自己就沒有病苦 事實上是這樣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往生的阿公 祖父還在生病 那我們子孫也會身體不好 因為阿公他只能求子孫幫助他 他不會求別人 所以阿公如果得心臟病死了 如果你都不理他 做兒子做孫子也會得心臟病 會變成這樣 所以把老祖先的超度了 那子孫就平安了 特別做媽媽的 因為以前不得不有殺生或墮胎小孩 那這個小孩子如果沒超度 然後他再找媽媽 媽媽就會生病 如果我們把小孩子超度了 送地藏經做功德 媽媽也不生病 如果媽媽也不理他 那他就找他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所以那變成兄弟也生病 所以我們做焉供 也可以幫助這些 痛苦的眾生 那我們也消除了業障 第三 清淨惡業 藉由焉供供請供養諸佛菩薩 以及護法空行眾 令其歡樂而賜加持 遠離人與非人害 其他如惡夢災禍欲造不佳等不吉利的事情 也可以得到清淨 所以一支香也叫焉供 這一支香就可以上供諸佛 又能夠回向給這些冤親在主 所以我們就不容易有車禍啊 做噩夢啊 生病啊 不吉利的事情 第四 健康長壽 因為許多疾病都是由於過去的 惡業所產生的 因為它是宿在 是需要償還的 償還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做焉供 可以減除病苦 得健康長壽 還有軌道與非人眾生所引起的疾病 以及其他等等的障礙為原 比如說現在有人得到絕症或癌症 無論如何治療治療也都沒有效 在醫療同時也可以透過焉供的修持來治療疾病 按照佛教所一個人會生病有三種原因 念下來 業病 第二 鬼病 第三 四大病 所謂業就是你造惡業 殺生啊 吃肉啊 不孝順父母啊 賣假藥啊 這個惡業會讓你有業障的病 叫做業病 那透過做焉供 可以來償還這個惡業 第二個 鬼病 鬼就是有鬼附在你身上 造成你生病 所以你做焉供 可以超渡這個鬼 那你也不容易生病 第三個 四大 就是你的地水火風 那你要靠運動啊 看醫生啊 吃飯啊 改變 但是如果就算你看醫生啊 前面的業障沒消除 鬼病沒超渡 那一樣生病 所以做焉供呢 可以讓我們健康長壽 不要餵自己 世間只要有人生病 你就幫他做焉供 所以我們那邊有一個 藥師甘露店 我們洪光法師慈悲啊 以後各位來這邊點個藥箱 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 對不對 希望生病受苦了 孤婚野鬼都離苦 那你自然就有那個福報 長壽健康 是是 特別家裡有人生病 替他放生也是這個意思 放生不要讓他被殺 讓他長壽 回家給生病的人就很容易好 也這個意思 第五 富貴安樂 焉供除對他人有利益之外 對自己本身而言 可累積無量功德 佛陀曾在經典中說過 若要成為富有之人 必須先行布施與供養 否則無法如願 不論是否修持財神法 若未行布施供養皆無法致富 所以常常舉辦焉供 可以迅速累積富貴安樂的之糧 大家要不要有錢啊 你要說要 出家人說我不要錢 那叫解脫道 他只想自己 他沒有想到別人 大乘佛教 我不要錢 那是眾生需要 了解嗎 解脫道你一輩子不要摸錢 很多出家人 不摸錢界 一輩子不要摸錢 因為他這樣好修行 但是做大乘佛教不一樣 你要辦老藍院 你要辦學校 你要蓋寺廟 那你需要有福報有錢啊 所以做焉供幫助最可憐最貧窮的 這些孤魂野鬼 除了有慈悲心 那你會累積很大的福報 富貴安樂 所以希望大家天天做焉供 點一支箱也可以 簡單 第六來 處所吉祥 商行機關 住家喬遷新居 二極染身子女乖膩 家庭不合 生意不順 以諸佛加持之焉供利 可除盡一切會上 另所居之地 成祥和福利 所以家裡人吵架生病啊 生意不好啊 這個地方不吉祥啊 最好的方法 黑暗就是給他光明就好了 痛苦你就給他慈悲就好了 所以做焉供供養諸佛菩薩 做焉供 幫助六道眾生 特別孤魂野鬼 這些夫妻吵架啦 兒女不聽話啦 生意不好啊 都可以改善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開始做焉供 整個大祈禮越來越圓滿 希望整個緬甸 越來越圓滿 翻過來 第七 天龍 天龍 地旗 勇護 焉供的緣起是在西藏 蓮花生大士時代 當時有許多的魔鬼和地神阻礙蓋廟 白天辛苦蓋的廟 到了晚上就被破壞 而當時 幾乎看部在不得已之下 只好請蓮花生大士前來解圍 蓮花生大士即準備當時最好的五甘露樹等物 來做焉供的法物 包括菩提樹 白檀木 野蒿 蘆香 眷薄等數 以虔誠的心意供養 綜獲魔鬼地神的喜悅 並幫忙蓋廟 最後使得蓋廟工程順利完成 後世的人 雖承襲了這個方法 作為廚藏征服的最好修法 在西藏 幾乎所有即將舉行的活動 都以焉供為吉祥緣起 所以我們華人都知道 你做生意不敗土地公 你生意不能做啦 土地公地基祖 你要供養他 他就照顧你 雖然這個並不是佛教的教法 但是呢 基本上就了解 這些鬼神有影響力量 所以在佛教裡面 寺廟辦大法會 一定要放蒙山 超渡 放燕口 就不會有障礙 所以以前 西藏要蓋第一間寺廟的時候 結果白天蓋好 晚上魔鬼就把寺廟拆掉 國王沒辦法 就請他們最大的法師從印度 請來蓮花生大師 蓮花生大師來 就請國王準備很多好吃的 包括最好的樹木 國王說我請你來趕鬼 把鬼趕走了 你怎麼叫我拜他 蓮花生大師說 佛陀的教法不是把鬼趕走 是對他好啊 對他慈悲啊 所以你準備最好的東西 我們替他供養三寶 我們把食物布施給他吃 醫到他的病 那些魔鬼快樂呢 就幫助你蓋廟 所以佛教很簡單 慈悲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以後各位 你身體生病有障礙啊 做生意有障礙啊 修行有障礙啊 像各位這幾天短期出家 不要有障礙 像我天天帶團體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 我都做 因為整團就不會有障礙 沒有哪一個 沒有車禍啊 沒有人生病啊 大家去做參訪朝聖不會有障礙 所以各位以後 你做菸共天龍八部 擁護你 鬼神不障礙你 非常簡單的方法 第八 來 術獲功德 布施是六度菠蘿蜜中的第一菠蘿蜜 若不行布施無法開悟成佛 而焉共布施供陽 就是我們想要成就佛果 所必須具備最聖功德之一 所以佛教的修行 第一個就是要布施 布施才有富貴 布施才可以消除貪心 布施才可以廣結善緣 布施才可以成佛 我看緬甸佛教 就是一個布施的佛教 布施跟慈戒 在家人布施 出家人守戒律 所以大家都在供養大金塔 供花 供香 供水等等 那燕共 剛好是一個大布施 而且我覺得 做燕共是 花錢最少 花錢最少 功德最大 哪怕一盤食物 一燒就很像了 假設我們這邊有1000個人 1000個人 一個人點個香菸 全部人都聞到 對不對 做燕共就是這個意思 你少一點點的東西 那個味道飄很遠 用這個味道來供佛 更重要的幫助那些孤魂野鬼 而且幫助那些非佛教徒 非佛教徒往生了 萬一他沒升天 沒有超度 但是他做孤魂野鬼很餓啊 很病啊 也不知道找誰 所以佛教要對任何宗教慈悲 所以 活的時候我們不能度他 因為他有信仰 但他往生了受苦 我們做這種慈悲的燕共 為他點燈 所以我經常到天主教堂點燈 我點燈供養佛菩薩 回想給所有在教堂裡面往生者 真實的老利益 所以做燕共是一個大布施 第九 可滿所願 由於燕共具有供養和布施之福德 故能快速地具足及成就行者的 習真懷諸四種事業 獲諸佛菩薩之加持 並得到天龍八部擁護 引導眾生成就解脫 尤其是人世間之諸多惡緣 可得到轉清或熄滅 種種願望亦可心想事成 滿足一切祈願 燕共不僅可滿眾生之願 於祈禱文中亦提到往生淨土 所以亦可幫助眾生脫離輪迴 所以我們點一支香就叫燕共 那香點在幹嘛 供養佛 供養佛 供養生 這是一般點香 但是如果你知道燕共 除了供佛 原來佛加持這個香 或加持這個燈 可以照到地獄二軌道讓它亮起來 所以晚上點燈除了供佛 最大的功德是這個光明 可以讓地獄二軌道看到西方極樂世界 做燕共也一樣 點香也一樣 除了供養 又可以布施給二軌道 六道眾生生病的人 而且做燕共可以滿足四種事業 在背著 習 真 懷 豬 一般都是講這四種 習就是停止痛苦 真就是增加福報 增加智慧 懷呢 就人緣好啊 感情好啊 婚姻好啊 生意好啊 豬呢 就是障礙煩擾趕快消除 那你做燕共點香 如果你懂佛法 這四個你都可以滿足 而且最重要的 我們給這些孤魂野鬼吃東西 依併 就像我們放那隻魚 放那隻鳥 不是光救牠的命 我們會跟牠唸阿彌陀佛啊 唸往生咒啊 唸往生淨土依余 重點是希望牠 這些孤魂野鬼不要執著世間啊 趕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做燕共 除了讓牠們得到暫時的快樂 離開飢渴生病 進一步呢 超渡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那如果我們這樣做 那我們這四種事業都可以得到 停止痛苦 增加福報 智慧 而且感召很好的姻緣 斷除煩惱 叫錫真懷珠 第十 寫下 肅政佛國 據慈心之佛弟子 因每天修習嚴共共 記住惡鬼道 地獄道和中英聲 不令一切眾生 聞香得食 向善 如此日積月累的分擔如來佳業 將是修行者成就的最佳之良 其焉共無邊利益功德 可令修法之人解除累世的黑夜 並令葬鬼神轉為護法神 不再作祟 消除所知障和煩惱障 迅速累積福德智慧兩種之良 所積聚的福德可使我們成就色身和報身 所累積的智慧可使我們成就法身 來成就佛果位 所以來跟我背一句話 慈悲才是供養如來 每一個佛成佛目的就是要幫助眾生 那如果你直接去幫助眾生 那就是供養佛最快的方法 所以你去放生 救那隻魚就在救佛陀的兒子一樣 所以佛陀說來例一次 照顧病人就是照顧佛陀 對啦幫助眾生就是供養佛陀 才是幫助自己最快的方法 所以簡單的說 幫助眾生就是在供養佛陀 幫助眾生的人才是在幫助自己 對不對 你幫助窮人 那就在幫助你自己有錢 你幫助病人 就在幫助自己不生病 你幫助那些最可憐的第一 二軌道 那功德更大 所以越慈悲的力量最大 所以釋迦牟尼佛會說 你把本來要供養佛陀的一碗飯 拿去幫助一隻流浪狗 那等於供養所有佛的功德 甚至佛陀說 慈悲超過供養所有佛的功德 所以我想 具有慈悲心的佛弟子 應該每天都要慈悲 好不好 所以各位每天至少要點一隻香 煙貢香 乃至一杯水 甘露水 乃至幾顆米 都可以天天慈悲 天天失食 快快成佛 所以這樣才是 而且可以消除自己累劫累世的業障 也可以消除煩惱障所知障 而且可以成就佛的法身報身色身 那以後再解釋 所以我很快的 這十種 那一般做菸供 可以得到世間的福報 健康長壽發財富貴 第二可以得到出世間的功德 為什麼解脫生死 第三個可以成就慈悲 及快速成佛的方法 因為做菸供 善供三寶下施六道 這就是菩提心了 所以如果你問我修行在修什麼 就是兩個 來對三寶 虔誠供養 再來對六道眾生 慈悲不施 永遠不離開這個 這個就是大乘佛教 對上永遠供養三寶 對下永遠慈悲 當然我每次在緬甸看他們在拜大金塔 都很認真我們隨喜 但是有時候忘了 一般拜大金塔 喔師父叫我供什麼花 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師父叫我供爺子 喔媽媽會健康 想的都是自己比較多了 那大乘佛教不一樣 今天我繞大金塔 今天我點燈 想的是什麼 唸一下 地獄到眾生 惡鬼到眾生 畜生到眾生 你要想的是六道眾生 為六道眾生 供養三寶 所以以後各位在讀地藏經 讀心經 你要怎麼讀呢 你在讀大悲咒心經 地藏經 任何經典都好 當你在讀經的時候 你要觀想 所有佛菩薩都很高興 都聽到 甚至你讀地藏經 所有佛菩薩都變成地藏王菩薩 嘴巴都在念地藏經 都在講地藏經 給眾生聽 要這樣喔 不是供養一尊佛 是所有的佛 那所有的佛都在送地藏經 給誰送啊 給地獄道 惡鬼到處 生道 人道 阿修羅道 天道 所以所有的佛都在送地藏經 所有的六道眾生 包括一隻螞蟻啊 一個孤魂野鬼 都得到超度了 那這個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對上圓滿供養 對下不捨棄任何一友情的慈悲 所以你對上有菩提心 對眾生有平等大悲心 那自己呢 這個時候就安住在空性 所謂空性不是沒有啊 空性是充滿對三寶的虔誠的菩提心 充滿對六道眾生的慈悲 所以那個時候叫空性 空不是沒有 空是我跟死法界眾生都合在一起 對四法界所謂佛啊 菩薩啊 阿羅漢啊 言訣啊 全程供養 對六道的 剛剛講的 天道到地道 慈悲的布施 這個叫空性 所以以後各位 你讀地藏經 點燈 點燈也一樣 點一盞燈 供養所有佛菩薩 佛菩薩加持這個燈 布施給所有眾生都看到極樂世界 而發用往生 所以一盞燈呢 就圓滿了 全程善供三寶 慈悲下世六道 一支香也啊 一支水 一杯水也好 一顆水果也好 一朵花也好 那這個才叫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所以我們今天也用這樣的心態 來修燕供 簡單的說是上供下施 對上的恭敬 而且這個對上不是為你自己喔 我是為流浪狗 我是為牛供養佛菩薩 這叫慈悲啦 因為你把牛 狗都當作自己爸爸媽媽 所以揹一下這句話 父母為首有情重 就是你要看到你的爸爸媽媽 你爸爸媽媽 你就會生起一個悲心感恩 就像各位這幾天來短期出家 你要每天想著爸爸媽媽 我為什麼要來短期出家 我為了爸爸媽媽 這一輩子的爸爸媽媽 上輩子的爸爸媽媽 再上輩子的爸爸媽媽 我們叫妻子父母 包括 那既然有妻妻的代表 無量無便的爸爸媽媽 所以我以這個動機 來拜佛 來短期出家 所以為了所有父母眾生 所以我要很虔誠的 提請佛法身三寶 我要好好的守戒律 那這樣呢 就能夠圓滿慈悲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了 請翻到 焉共聚之遺軌 118月 一開始呢 我們希望他們 歸三寶 站在佛教裡面叫受幽明戒 什麼叫受幽明戒 我們要歸三寶 但是我們也希望這些地獄惡鬼道 都歸三寶 不但歸三寶 要發菩提心 所以各位可能沒有受菩薩戒 受菩薩戒看到一隻狗 你不能光看牠給牠餅乾吃 那還不符合菩薩戒 給牠餅乾吃是布施 你要跟牠說 唉呀 這一隻狗啊 應發菩提心 受三規十戒 就要讓牠歸一發菩提心 那 你才符合菩薩的功德 一隻狗一隻貓一隻螞蟻 任何一個人都一樣 所以 像我經常坐飛機 這邊是中東的人 美國的人 華人 緬甸人 我不能只管我念佛啊 看經典或打喝水聊天啊 只要在我面前走過了 我都要慣想 願如等眾生 發菩提心 歸三寶 得我所做的所有功德 弘阿厚供養對方 要默默的做 不要放棄 不要捨棄任何一個 供養父母的機會 都要練習習慣 所以一開始我們希望 所有六道眾生 都歸於三寶 發什麼心呢 發成佛度眾生的菩提心 受菩薩戒 所以各位來短期出家 除了受三歸三咪戒 我們 一定會找機會 讓各位也受菩薩戒 好不好 做菩薩 菩薩有在家菩薩出家菩薩 不過各位聽我說 在家人發菩提心 一個的功德超過整個地球出家人的功德 出家如果為個人解脫 那佛陀說 你供養一個發菩提心的菩薩 超過供養整個地球阿羅漢的功德 所以菩提心重不重要 所以各位一定要發菩提心 那我們再來解釋什麼叫發菩提心 簡單的說 你把所有眾生都當做爸爸媽媽 唯有所有眾生都離苦得樂乃至成佛啦 那你的輪迴乃停止 這個叫什麼 念一下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眾生度盡 方成菩提 那地藏菩薩的願就是菩提願 菩提心 所以觀音菩薩一樣 哪裡有痛苦 我就要幫助痛苦 唯有所有痛苦都停止了阿 我乃成佛 所以觀音菩薩就苦就難 那這個叫菩提心 所以希望大家來寺廟不分在家出家 大家都發菩提心 來做功德好不好 包括我們現在做菩提心 點燈事實 各位都要發菩提心 為什麼 在家人以世俗的心態 點一億之鄉 一億之喔 不如出家人 乃至發菩提心的點一億之鄉 所以一個發菩提心的人 點一億之鄉 超過世間人點百千萬億之鄉 所以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功德 那大乘佛教教我們 如何保持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就是願成佛 度所有眾生的心態 叫菩提心 那為了要圓滿這個菩提心 所以不能有我職 所以要讀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 要消除這個我 照見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惡 沒有我了 心中只有眾生 狗才是我 貓才是我 地獄才是我的家 我要幫助他 其他宗教才是我 我要幫助所有的人都離苦得樂 那這個叫菩提心 所以我們現在 當然我為什麼要解釋 我們不能叫那些孤恩野鬼說 你發菩提心喔 我不要發 這樣 你也不可能說 死掉了祖先 你好好發菩提心喔 我不要發 那不可能 你希望對方 發菩提心 你希望對方 歸一三寶 一定是你自己 對三寶已經歸一了 有信心 你才能夠有力量引導他 歸一三寶 所以我想各位要得到一個圓滿的生命的功德 那我們要掌握出佛法的重點 菩提心 那如果你不懂了發菩提心 希望大家多看大秤經典 多讀喔 地藏經最容易啦 最容易看 第二個 接近發菩提心的善知識 因為我們不懂什麼叫菩提心 所以各位你要去接近這個已經發菩提心的善知識 可能出家 可能也是在家 出家不見得發菩提心 在家不見得沒有發菩提心 所以什麼才是真正出家啦 被家 發菩提心名為出家 真正發菩提心的才是出家 不分在家出家 什麼叫出家呢 出離自私的家 菩提心就是我沒有自私 我什麼都不會為自己想 我為別人想 你扛我殺我強奸我 我還是要為你想 所以各位讀金剛經 釋迦牟尼佛 做忍入仙人被砍手砍腳挖眼睛 他有沒有恨那個國王 沒有 不但沒有恨 他想我好好修忍入修行 你成就我修忍入 我將來成佛了 我第一個要度你 我第一個要度你 這個就是菩提心 這個才叫空性 所以佛陀把忍入仙人的空性 這樣表達出來 空性不是光研究佛經叫空性 空性是沒有我只有你 你成佛比較重要 你快樂比較重要 我一定要幫助你 這個叫菩提心 但是一般凡夫不懂 我在讀金剛經 你不要吵我 我在讀金剛經 你不要講話那麼大聲 你讀金剛經還罵人 因為我在讀金剛經 他在看電視啊 干擾我啊 那你就不了解什麼叫無我 無我是你看你的電視 你唱你的歌 我默默的回想給你 對不對 我不會怪你 這個才叫 只要 只要對方快樂 你不修行 我替你修行 我替你修行 我修 所以各位 你修功德回想給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可不可以得到 可以啊 所以爸爸媽媽搞不好在殺生吃肉 但是我來修行吃素 做功德回想給他 減低爸爸媽媽媽的痛苦 所以 這個才是空性 沒有自己幫助對方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心態 大家 來做這個冤共聚之 為什麼叫聚之 累積成佛的資糧 累積福德資糧 累積智慧之糧 所以做冤共可以累積福德跟智慧之糧 所以叫冤共聚之法 所以 我們 心裡要想的 不是自己歸唷 當願父母祖先 都來歸三寶 都來發菩提心 如果 他們都發起這個心了 那今天功德力就特別大 所以我們一起跟著念 來 齊請十方法界 當成就 未成就 知一切眾生 歸佛歸法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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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佛歸身 歸佛歸法歸歸身 歸佛歸身 歸佛歸法歸歸身 歸佛歸法歸歸身 好 第三種在念 特別要觀想 我們 修學佛法的基本心態 就是什麼 念一下來 不忍眾生苦 不願傷害眾生 不願製造一點痛苦 這一點你要先有 如果你這個人 雖然修學很久很喜歡罵人 看不起別人 你這個沒有悲心就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就是你一點點苦我就受不了 就像各位你生病了媽媽心裡就痛啊 痛啊 媽媽就是不希望你一點點感冒 一點點痛苦 如果別人在感冒 你說好在我沒感冒 那你這個人實在是太不慈悲了 你這個人不是大乘法器 你把金鋼筋背起來都沒用 所謂大乘法器不見得是讀書人 他有個特性 不忍眾生苦 當你在吃飯的時候看到流浪狗過去 你就吃不下飯 因為他沒吃耶 那這個叫天生的 你過去式的就發普利心 那你才有資格修大乘佛教 所以各位 那如果沒有沒關係趕快培養 我一定要關心別人關心流浪狗 第一個我不能自私 每次吃飯別人先 我在最後我不跟人家搶 別人吃飽了兩個水果 好的給別人 比較爛的我再來吃 那你這個人適合修大乘佛教 因為你關心對方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地獄二軌道太苦了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歸三寶 不要再墮落地獄二軌道出生道 因為太苦了 所以對痛苦自己有感受 這在佛教叫小乘解脫道 叫出離心 我不要痛苦 然後呢 這還不是大乘 對自己的痛苦有感受 然後以這個感受來評估別人 哎呀我咬我的手好痛 居然去殺那隻雞 居然去吃他的肉 那我不可能做 那所以感受到眾生的痛苦叫大悲心 決心幫眾生脫離 痛苦叫菩提心 要了解嗎 所以佛法不是說 你是漢人就是大乘佛教 你是南傳就是小乘佛教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的動機心態很重要 那你是一切為對方想的 那你是大乘的 你做什麼事情都為自己想 我要出名 我要成為主持 我要考第一名 我要做院長 我要比你成功 我要比你排在前面 那你不是 不是小乘也不是大乘 叫外道 小乘是個人解脫不在乎名利的 大乘是完全把眾生放在頭頂的 那到底你是哪一秤呢 所以雖然你很會讀經典 但是你一點點都不為眾生想 很自私 甚至看不起眾生 那不行 所以我希望各位都做閹共什麼 做閹共你可以超度各種宗教 而不是說我是華人我超度華人宗教 我是佛教我超度佛教 不是了 因為眾生不是光人 任何宗教死了 還沒有超度了 都我們來 他是活著我替他做我回向給他 這個才叫大乘 所以念阿彌陀佛 不是念給自己往生淨土 是念的 所有眾生 你不是佛教徒 我都替你念阿彌陀佛 回向給你 因為你種下往生淨土的因 如果不能往生淨土 至少不會墮落第一軌道 所以各位你看到一隻雞肉 一顆雞蛋 一個加了蛋的蛋糕 你都會為他念阿彌陀佛 因為這裡面有小雞有蛋阿 你有悲心阿 除了不願意吃他 還要幫助他 各位要學習 所以我希望各位 短期出家 長期發心 這幾天之內 一直培養這個 別人最重要 眾生最重要的心態 我們不是說我們明天傳沙咪戒 傳出家八關再戒 或在家八關再戒 我得到什麼戒 什麼功德 那你是為自己想 所以明天我問你 請問你為什麼要短期出家 我為緬甸人 那對了 你為什麼要短期出家 我為爸爸媽媽 那還有世間福報 孝順 為緬甸人還不是大政 你為什麼要短期出家 我為六道眾生 這個好 這個根氣不錯 既然你為六道眾生 那你就要精進一點 努力一點 因為六道很苦阿 就像你的爸爸正在流血 你只要晚上不吃飯 多吃素 爸爸就會減低流血 那你當然要肚子餓要忍阿 為了爸爸好 所以大政 這個功德回憲給他 他至少不會吐火 不但不吐火 我們還要私事給他 超渡他 這個就變成大乘的思想 所以我們用這種心態 來為他們念 第八行 希望他們脫離三二道 來 為一佛兩族尊 不躲地獄 歸法離遇尊 不躲惡鬼 歸一身眾眾尊 不躲畜身 歸佛兩族尊 不躲地獄 歸法離遇尊 不躲惡鬼 歸一身眾眾尊 不躲畜身 歸佛兩族尊 不躲地獄 歸法離遇尊 不躲惡鬼 歸一身眾眾尊 不躲畜身 願大家天天念天天背 今天你身上有三寶 唯有依靠三寶 眾生才可以脫離六道輪迴苦 特別第一道二鬼道 所以你見到美國人 你見到非洲人 你見到印度人 心裡都要默默幫他唸 唸三歸一 如果 你三歸一熟了 進一步你可以唸這個三歸一咒 很簡單 跟我唸一下 歸一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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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他歸一三寶 歸一熟 所以咒叫密法 你念咒 但對方不知道你在念什麼 但是你的動機 願他歸一三寶 得到三寶的功德 歸一熟 聽得懂的 叫顯教 歸佛歸法歸什麼 秘密的 那你自己也懂 雖然對方不懂 但對方得到這個功德 歸一熟 歸一熟 所以希望走在路上的每一個人 都不要下地獄 希望走在路上的每一個人 都不要得癌症 所以 你要把功德回向給他 希望三寶加持他 我想 你愛你的家人 你一定會求觀音菩薩 幫助我的兒子不要生病 雖然你兒子不是佛教徒 討厭 沒關係 但是你會求啊 觀音菩薩就會加持你的兒子 所以因為媽媽愛兒子 那做個菩薩 是愛什麼 愛所有眾生 我希望各位 你把這個當戒律 發願 我某人從今天一直到成佛 我活的目的就是要來愛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眾生 一開始你不習慣 你念習 你要念習 海濤法師你為什麼要來大起立 因為我愛大起立 我這邊都是我的媽媽 都是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的兄弟姐妹 雖然我不認識他 我沒有神童 但是我一定要去 愛他們 很努力的 為他們做每一個功德 在飛機上我就一直念一直念 把所有功德要融入 因為我們按照這樣去做 不希望對方受苦 進一步希望對方能夠解脫 好他們歸一三寶拉 願他們的法號叫福慧 那他們也有法號 修福修慧 就能成佛 現在願他們都發菩力心受菩薩戒 所以站在菩薩戒阿底峽尊者 寫了這三條 各位要每天念 你要讀經啦 你要拜佛啦 你要做早課啦 念三遍 為什麼我要起來做早課 哇 早上四點我要做早課 你會很累 但是為了利益眾生 為了成佛 所以我要為他們做早課 所以你要發菩提心來念大悲咒 發菩提心來走路 發菩提心來打坐 那所以你要念三遍 這個叫菩提心戒 所以念三遍 第一遍消業障 第二遍看到戒體 第三遍所有眾生得到菩薩戒的戒體 我們就要念三遍 來邀請父母眾生 包括自己都受菩薩戒 來 諸佛正法聖身眾 直至菩提我歸一 願我所修諸功德 為利眾生願成佛 諸佛正法聖身眾 直至菩提我歸一 願我所修諸功德 為利眾生願成佛 諸佛正法聖身眾 直至菩提我歸一 願我所修諸功德 為利眾生願成佛 願我們自己所修的任何一個功德 都不是為了自己的解脫健康 下一輩子好 是為了利益所有眾生 願他們都成佛 而且希望大家歸三寶 不是這一輩子歸一啊 我從今天敬未來世 一直到成佛 我都是三寶弟子 而且追求三寶功德的圓滿 要發這個願 所以佛經說 一個發菩提心的人 就算墮落成為一隻獅子 他也不會吃肉 會變成吃蘋果的獅子 因為他不想傷害到任何生命 所以你要把菩提心當做你的 藉一個生命 你下輩子會趁願再來 不管你在哪一道 你還是會繼續 懷著這個菩薩的心啊 再來加持咒 讓就代表火 這個食物沒有火燒不起來 讓呢 讓就代表 水 乾露水 抗呢代表空氣 氧氣 所以要有這個金剛火 金剛水 金剛氣 然後呢這個東西才會變成燕共 所以我們就念這三個字 來 染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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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如此 怨阿怨 怨代表清淨 阿代表無量無邊 我們這個食物喔 不夠一個鬼吃啊 業障越大的鬼 身體像地球那麼大 它一點點根本不夠啊 所以你要透過佛的假設 怨代表清淨法身 譬如這那佛加持 東西乾淨了 阿阿彌陀佛 無量無邊加持 一盤變成百千萬億盤 轟 不動如來阿出如來加持 轉化為甘露 他們可以吃 可以喝 所以我們就念這三個字 來 轟阿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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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119頁 這個叫進化談成奏 念這個奏 談成 就是這個道場啊 包括食物啊 都得到進化 來 再來 再來 關空 我們自己也要安住在 不執著的空性 東西也變成空性 雖然那個東西很好吃 引起你的欲望 那是不好的 所以東西的本體是空性 然後 他們吃到的是一個空性 所產生的妙欲 不會引起它分別心 好吃不好吃 所以這樣來關空 人也好 眾生也好 物品也好 都恢復空性 這個想法 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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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奏 觀想 你 要從你的 心臟 這樣 然後 你每一個毛細孔 就 聲音啊 光就融入到最遠的地方 包括地獄啊 其他國家 然後這個時候外表你變成觀音菩薩 所以東西變成無量無邊 然後呢 騙一切出最深的地獄 最遠的地方 又充滿了食物 充滿了功德 來 這樣觀想 持奏觀想 這一段最重要 一支香 一盞燈 一杯水 一朵花 都要這樣觀想 供養所有佛 也供養六道眾生 通通供養到 這樣才符合菩提心 所以我們念一下 我們念這個奏最好敲鐘 敲鐘 敲鐘的時候 地獄打開 敲骨 敲骨的時候 牛羊 四隻腳的 包括豬貓狗 超肚 超肚 後魚的時候 海鮮水產 超肚 敲雲水板 緬甸到處回向的那個 叫雲水板 兩隻腳的 這兩隻腳的 配合什麼 鳥群升天 雞鴨 鳥啊 升天 惡鬼離開飢渴 敲雲水板 敲隱慶 或是大慶 眾生 斷煩惱 發菩提心 包括天道的人 消除驕傲 發菩提心 所以我們在持奏觀想 念這個奏的時候 法器就要敲了 所以各位念一次 OM 阿札地 蘇魯 佛巴耶 蘇哈 大家要敲鐘 敲法器不分在家出家 只要你有一個發心 誰都可以敲法器 來 OM 阿札地 蘇魯 佛巴耶 蘇哈 OM 阿札地 蘇魯佛巴耶 祖阿 阿札地 蘇魯佛巴耶 祖阿 第二 供養天地 諸天 天王 天人眾 天仙眾 天龍 八部等 觀祥 護法 永富 空行 天人眾等 遍滿虛空 一皇大帝 上帝 各種天神 包括太陽公 太陽娘娘 月亮菩薩 阿 全部的護法神 包括我們身邊 各位首五屆 八觀祭屆 都有護法神 通通都供養他們 來 出發聲 第三個 供養人道之一切友情眾生 觀想前方片盤無量無數人類 緬甸聽說有6000萬人 各位所謂供養就是我拿個一個麵包供養觀想 所有6000萬人不分種族都得到這個麵包 各位要練習這個這個叫菩提心 除了緬甸中國14億人 美國日本非洲所有的人 所以各位你要觀想一片白人黑人原住民無量無邊 每個人都得到你的供養 所以各位等一下你拿一盤菜 要去供養的時候 你要唸王阿鳳 王阿札的蘇魯普拜的山 拿上來供養諸佛菩薩變滿虛空 天道人道阿修羅道下山道 你這樣王阿鳳投下去 各位要一直唸習這個 不是拿來吹丟下去這樣 什麼都沒想還要丟棒球 那你這樣就浪費了浪費那個食物 有些還丟不到火裡面還丟到對面去了 你要短短的時間 要觀想 所以你要一直唸習 唸習到你很會觀想 所以大秤的禪定不是不要貪心不要秤恨 大秤的禪定是你的腦筋阿 分的百千萬很細很遠 所以你會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圓滿 所以這樣觀想所有人道 來 第四 供養阿修羅道之一切有情眾生 觀想前方片滿阿修羅 阿修羅 有時間再來解釋什麼叫阿修羅 阿修羅很有福報 但是他忍恨心 嫉妒心很強 天道的神沒有嫉妒心 享受所有美好的 阿修羅一切東西都好像搶過來的 想喝酒也喝不到酒 很嫉妒天上的神 所以他叫阿修羅道 所以一個人如果很喜歡布施 但是嫉妒別人 愛生氣 那你死後就會墮落散道 那叫阿修羅道 第五 公陽城黃土地神山神龍神水神樹神風神雷神珠神眾 以及一切護法善神眾和魔鬼道之一切有情眾生 觀想前方片滿魔鬼道 像各位你走到山上 你是個佛教徒 山有山神 樹有樹神 河有河神 石頭有石頭神 你不要在那邊踢石頭阿 你要觀想 雖然他是你看不見 但是山明明有山神 樹有樹神 如果你手上有米 你叫什麼 阿修羅 供養山神樹神土地神 就像一隻流浪狗 走過來你給牠麵包吃 牠給你咬尾巴 本來佛教徒就要這樣 所以各位這一點你一定要尊重 所以供養這些三神 包括供養惡鬼道 魔鬼道 都供養牠 就這個意思了 第六 供養地獄道之 一切友情眾生 觀想下方片滿 地獄眾生 第七 觀想 觀想 比實際還重要 你要觀想前面有一千頭牛 每一頭牛 都吃著你拿給牠們最好的稻草 你要這樣觀想 牛 羊 馬 豬 狗 貓 雞 螃蟹 蝦子 都要練習觀想 這樣你的心量才會變成無量心 無量心 那你要實際動作你要做 看到很多螞蟻 趕快來一些螞蟻喜歡吃的 幾千隻螞蟻在吃你的食物 你內心很歡喜很慈悲 世間的快樂有欲望 佛教想的歡喜是一種法喜 太快樂 今天說 不思一隻螞蟻 等於念了一部閒節經 不思十隻螞蟻等於念了一部大藏經 所以慈悲功德太大 所以各位你要天天觀想 如果哪一天你看到流浪狗 都不想給牠東西吃 嘴巴很會念金剛經 不好啦你這個人沒用 因為你念經 你一點悲心都沒有 還把狗踹一腳 那代表你沒有修行 修行不在你讀多少經典 修行而在於你面對眾生 產生了多大的慈悲心柔軟度 關懷對方對不對 一個媽媽看到兒子過來 連抱他都不想抱他 叫他都不想叫他 你這個人一定不愛小孩 一個小孩子看到老爸爸老媽媽 不想請他吃飯 我吃我的飯管你的 這個人還孝順嗎 所以大乘佛教的目的就是 擁抱眾生 普渡眾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學習對眾生的那種 就像我今天從機場下來 各位這樣歡迎我 謝謝 以後你要這樣歡迎每個人 不要光歡迎我 不然你學大乘幹嘛 反正海濤法師比較出名 我歡迎其他人 對對對我不是歡迎你 你走開 雨傘我不是替你撐的 那大乘是 一隻狗我都要幫他撐傘 不要讓他曬到太陽 林道宇啊 我要把最好吃的給他吃 希望各位要這樣 不要現實 現實 有錢人 我抱了他屁股 窮人 我罵他 那你這個人是歪稱 哪有什麼大稱 所以修行一定要從你對眾生的態度 表達出來 這一點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連畜生道我們都當做佛 所以叫供養畜生道 供養地獄道 跟供養佛一樣 請記住這句話 所以佛教要我們 拿最好的供養來供養諸佛菩薩 用最好的石頭來雕刻佛像 意思是說我們要把最好的東西來對待所有生命 包括一隻螞蟻 包括一個敵人 包括一個壞人 都要這樣對待他 來 我們現在唸一個 跟我唸 來 後來 供養緬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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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齊立地區 大齊立地區 所有三神土利龍神 所有三神土利龍神 男女孤魂眾 男女孤魂眾 供養中華民族 供養中華民族 緬甸民族 世界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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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祖先 往生祖先 供養個人曆祖先 供養個人曆祖先 供養父母 7世父母 冤親再祖 做胎胎兒 造成生病 造成生命 鬼魂重等 弘弘公德 供养十方法界 所写往生排位 各种友情 弘弘公德 好 等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供养 这边的负责这边 这边的负责这边 但是人太多食物太少 明天来参加法会自己买来 好不好 这些是不够吃的 所以来传过去 或是一盘分做两个人 去供养 先供养 然后呢 现在要供养是大的火 大的火里面上供下吃这个食物 一放下去他们马上加牛奶 变成烟供 利益众生 轻敬发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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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持账号 海陀花苏 红花天典 十一月十号至十一月十九号 印尼弘法行程 十一月十一号星期六 念卢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斋储罪一千节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程十亿倍 上午九点 印尼雅加达 Jaski Cafe Pandae Muriela 放生活动